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你每一天都会拿在手上 是离不开的 这位穿着极具未来感的工作人员 正在展示的是一款由索尼公司开发的虚拟现实设备 这款游戏设备使用了可穿戴的设计理念 让玩家能更好地进入游戏的情景之中 头盔上内置的传感器能够精确地追踪定位 并且清晰地展现虚拟现实的图像 玩家可以使用红色和绿色的按钮来操控武器和动作 今天的美食大王牌将带来行走的美味济南行 探寻九转大肠的发源地和做法 有没有发现这个九转大肠名字起得相当的特别 九转的意思是不是跟肠子九转回环的这个形状有关呢 其实它的名字呀是完全突出这个制作工艺的复杂 不信您看了接下来的视频就知道了 翻出来之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油啊 还有衣服把它去掉再把它搬回来 上海有一个草头圈子 草头圈子 草头圈子呢也是它是我们用筷子套的 筷子推的 它就把它套到里面 为了增加大肠的嚼劲与口感 一般需要套肠 传统的手法是按肠子大小一次套入 防大厨把套肠的技法加以改良 将一根肠子对半套起来 大大降低了难度 既方便又省时 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油里炸一下 可以开个油锅 上面酵油 油里炸 就感觉红了吧 然后说说说说也是炸得去 原先叫红烧大肠 那么红烧大肠在整个的加工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它的工序比较寒火 九转就是经过很多道程序 这个意思 与上海的草头圈子相比 九转大肠要求软嫩甜香 一嚼即烂 烹饪时要用豆蔻 八角 茴香等趣味 不能过熟 不然就它没了形状 火候的掌握就全在着慢顿与慢煮之间 取名九转 完全突出其制作工艺的复杂 要不要我烧一个 可以 好又到了C顾拜的时间了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环球抢先看 与您不见不散 谢谢观看